被小姐对叶先生来说 是很重要的人吗 老师怎么会突然这样问 因为正正在乎的人 才会为她每一个进步感到高兴 而别人在表扬她的时候 就像表扬自己一样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相处的 有时候吧 想多给她一些关心 也不知道该怎么给 她很少表现出 她真的多想要一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情绪 好像可以开始影响到我 所以我也变得不开心 我只想要试一试 能不能用我自己的方法 来弥补她一点 老师我们开始吧 好 还在忙吗 晚上要不要一起去节目宣场啊 以上就是我自己的训练方法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老师 辛苦了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 能不能请老师 给贝尔多录一段鼓励的话 她是能听到的话 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的 那麻烦您了 我们开始吧 贝尔多你好 我是丁公千惠 听说你 在生优这方面 一直在做努力 生优是一个艰苦的行业 往往需要信念和天赋 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的作品 能为你加油打气 祝你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加油 还在忙吗 晚上要不要一起去节目宣场啊 你先去 我会准时的 小明啊 小明 小明 你怎么样啊 吓死我了 小明 叔叔 我没事吧 你跑了 跑了 跑了 小明 你跑了 我跑了 喂 还腰了吗 你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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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你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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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了 我跑了 你跑了 我跑了 你跑了 小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以借下你手机吗 帅哥 你这种家伤 是不是家傻傻 你误会了 我的车子没电了 我想找人联系一下 车子没电了 这么拙对的撒谎方式 知道了 你一定一直想我的 不是我把衣服 我把衣服给你啊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来 伸出你的双手 害什么羞啊 你都敢搭讪了 真是的 记得尬我啊 你 叶瑞会不会出事了 玉总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全市所有医院的急救记录 那我立刻去联系 爸 帅哥 他叫帅哥 啊 啊 啊 不是 他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啊 你不是他朋友吗 其实我们今天才认识 哦 你们既然认识的话 麻烦通知一下病人的家属 我们方便做检查 我啊 那好吧 谢谢啊 啊 长那么帅 居然变成认领了 啊 好 郁总 去 去这个医院 好 这不是零食吗 杨贵就查不到 那什么 那什么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刚刚我来到路上 就已经听护士说了大致的情况了 哦 那 没事 那小事就 歪打正着呢不是 你们看着他啊 真的真的谢谢你 我下次一定专门去给道谢 不用了不用了 不打扰他休息了 啊 谢谢啊 白耳朵你好 我是 丁公千惠 谢谢你 一直在支持我 能被你这么可爱的孩子 喜欢我 是我的荣耀 啊 听说你在生忧这方面 一直在做努力 那么 我能想告诉你 生忧这个行业 别说哎 我可不可以亲你一下呀 你不说话就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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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别说话就默认了 行吗 你们不说话就默认了 哎 parent 好 好 好 你们在看吧 好 好 你醒了 儿子 你醒了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节目怎么样了 都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先不要想这些 我去找医生啊 二段 我小舅舅就交给你了 我公司还有事儿 我就先走了 你放心吧 走了 好 要不要回屋躺会儿 没事 最近这几天 都一直躺着 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靠着吧 谢谢 耳朵 对不起 对不起我没赶上最后一期节目 让你没办法得到奖金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重要 所以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话 一定要跟我说 你的好意呢 我心领了 不过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其他什么都不用想 而且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感到抱歉 你不想 dropdown? 你不想 pledge 你不想 come and do you want me 你不想摔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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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肯定 不想摔弃 你不想摔弃 好 辛苦你了 月帅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没有 只是有点累 行了 你的药 每天的药我都给你分好了 这是早上的 中午的 晚上的 我都给你分好了 记着啊 别弄混了 还有 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吃 记住没 二朵 我又不是小孩 我不需要你时时刻刻这样盯着我 可是你现在是病人啊 病人就是要好好吃药 好好休息的 好 都听你的 那就请夜睡大朋友上床睡觉吧 妈 你在包什么糖啊 我 别捣乱了 别捣乱啊 我添麻猪脑枸杞汤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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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捣乱了 你捣什么乱呢 这猪脑 怎么了 你要补脑啊 谁补脑啊 不是你说了吗 小夜脑震荡了 你行不行嘛 所以我就给他弄点这个猪脑汤 给他补补 你给他送过去的时候 跟他说让他全都喝了 特别有效 另外我找人给他买了一点盒头 你也给他带过去 你怎么对人家这么好啊 我都没有这种待遇过 什么叫我对他那么好啊 你忘了 我住院的时候人家忙前忙后 我这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吗 人都住院了 是得表示表示 对了 我跟你说啊 最近这段时间呢 你没事 别去陪 陪你走 你呢 没事就到医院里去 多陪陪这个小夜 你俩呢要好好相处啊 好好相处 我们每天都是好好相处的呀 我这 你说我怎么就生了你 这么个不开窍的闺女 我是那个意思吗 你妈我的意思是让你 跟人家这个小夜呢 好好相处 人家这个小夜 人好家世又好 好好相处 别三心而异的 你在说什么呀 我还听说她爸妈是个艺术家 这你俩要是 结了婚生的孩子 妈妈妈 那得多有艺术家 扯远了 什么结婚 我还要去日本上学呢 哪谈到结婚呢